財富指揮官 財富掌停板 而且做一個好的指揮官 做一個好的操作者 靜落處子 動落脫兔 注意喔 三天不出手 一出手就要讓各位藏到 漂亮的掌停板 漂亮的掌停板 這才是各位你要看到的操作 注意啊 三天耶 以我節目的收視率三天不動作 我跟各位講一件事 老實不急 差點講皇帝不急 那就霸道大家了 老實不急啊 我們公司的朋友很急啊 我的客戶更急啊 可是做一個好的操作者 特別是我必須要再強調一件事情 特別是動作非常大的生技股 你一定要委託一個真的可以信任的人 你一定要委託一個靜落處子 動落脫兔 而且標準的待進待出 清清楚楚的分析人員 各位注意喔 上一次您所看到8月11號的畫面 包含恆大 包含美德而已 包含台康生 來做一個退場性質的動作 那麼恆大還是退在8月10號 退得最漂亮的一刻啊 在8月11號的時候給你公告 連6589的台康生 那麼都已經開始退場了 我這麼跟各位講說各位注意 這叫做靜落處子 我知道說這個行情裡面 一萬三千點暫時不會過 一萬三千點暫時不會過 它一定會形成一個整理 哪怕是整理注意喔 整理如果叫錯股票的話 還是會套很久啊 注意 融資大增 融券大減 這個叫做會套很久啊 注意 假如反過頭來你看錯了 融券大增 融資大減的話 你放空也會趕很久 等一下我們還講第二個階段裡面 那麼降帥有能技術操作呢 所以各位來看一下注意喔 我們這裡跟各位來做一個證明 我們真的是有退場 退場之後注意 有人說 退場之後馬上進場 我說這樣的節目我看你也不要看了 每天都有標股 每天今天標太陽能 明天標風力發電 後天標電子股 明天標5G 你跟他標標不完啦 標到最後你只有把會期給標光了 什麼錢你都沒賺到 黃靖哲從頭到尾就在生技股 那沒有機會我們就沒有機會 我們前兩天就是不動 三天不出手一出手 各位來看一下來 這些會員朋友都在看 我相信這也沒有什麼好跟各位來做爭辯的 甚至各位來看一下4746的台藥 是不是我所講的 大漲之後進入整理 1762的中化生更明顯的 大漲之後進入你看這邊是亮縮喔 然後進入整理 整理之後反手馬上攻上掌停板 而且瑞德西偉這個東西我等一下會跟各位來好好討論一下 而且今天是三個燈 第三個燈因為是軋空的 我想說基本上我就先不公布名字好了 你大概知道是誰也可以猜得到是誰 今天很貴的一檔股票 不能說很貴啦 算是說掌停板裡面最厲害的那一檔 我剛剛告訴你中化生 那個時候是不是講瑞德西偉是無效的 還記不記得 我跟各位講說瑞德西偉是有效的喔 請你記得喔 除了我以外 當然還包好我們指揮官張上淳先生 跟你講有效 誰跟你講沒效 那個看起來黑黑的很 不不不不能講黑黑的 這樣有膚色的情況 那看起來很討厭的 我剛才那句話收回 看起來很討厭的 WHO的譚德塞 跟膚色沒關係 居心不好 結果呢 飄飄飄飄我們漲了多少 漲了70%上來 各位看到沒有 漂漂亮亮啊 你說老師那為什麼今天又能夠漲停呢 等一下技術面我們等一下講 先講一下基本面啊 我真的是這兩天當中嚇到了 各位知道嗎 這位先生當然就是美國的衛生部長 艾薩克先生啊 大家都說他來台灣 什麼實質的東西都沒有 我問各位一件事 你光看後面這個啊 這個工廠看起來真鏽 多斑駁 我光看這個路面啊 下面還鋪鐵皮啊 你就知道說這個地方有多荒涼了 這竟然是在五谷 大家這些五谷工業區 我跟你講錯了 那不是五谷工業區 那是五谷民意路 往觀音山的某一條路上啊 你說老師你怎麼那麼清楚 我常常在那邊騎腳踏 跟運動 旁邊呢 不好意思跟你講 就是夢阿寶 旁邊就是墳墓耶 在這麼荒涼的地方 因為台灣的黑手太棒了 因為台灣做工 做這種口罩模具的黑手太棒了 所以艾薩克必須要去訪問 住在一個很像 我要這麼形容 很像很普通 甚至很破舊工廠 我問你一件事啊 美國部長去到這麼破舊的工廠 他不是來買東西的 難不成是來跟我一樣 騎腳踏車的嗎 難不成是來運動的嗎 所以各位 美國有沒有有求於台灣 美國有沒有有求於台灣 我跟各位講說 各位注意一下下 美國有求於台灣的 絕對就會發生在哪裡 發生在第一個叫原料藥 發生在原料藥 而且重點在什麼地方 重點在既然他有求於台灣了 我們有求於他的 其實大家不要對於瑞德希 為說授權台灣這件事情 認為說這地方可能沒機會 只要部長在記者會 不回答某幾個記者的問題 那就表示沒機會 我跟各位說一件事 全世界現在能夠 瑞德希偉合成上攻晶級的 只有台灣跟印度 而且印度那是美國人 親自在那邊做 如果去掉美國人 只有台灣能做得出來 所以我們對我們台灣 還是要很驕傲的 對於這次防疫冠軍 還是要很驕傲的 所以各位有沒有發覺 美德一到現在為止還在漲 還在漲 我說美德一我操作的不好 我從16.6元買到最低點 到今天如果繼續漲停板 那我少賺兩支 少賺兩支是多少 少賺兩支是一倍 親愛的投資朋友 不能說少賺 少跟各位講兩支 是一倍 我說一倍以上 因為進入所謂20分鐘操作一次 我實在是覺得說這樣子操作很難跟 因為你是你自己要報可以 但是我是代家族成員的 他可能今天漲停 等一下就跌停 所以我一定要讓他先走 結果傳出來說 哎呀有什麼車子翻掉的消息 又變成短缺的又漲停板 所以這叫做什麼 這叫做四個字 剛性需求 剛性需求看到沒有 為什麼當時我跟你講剛性需求 美德一是剛性需求 合一是剛性需求 因為合一目前歐溫101只有他有 美德一現在為止 防護一還是剛性需求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 每一集的節目都在跟各位證明 我們非常認真的在操作 而且我完全不閃躲 那才是能夠做好最好的方式 我如果跟其他的分析師一樣 今天太陽能 明天風力發電 後天電子5G 喊囉 然後生計也來跟你插一下插一下 我就會跟他們一樣 就會跟你現在所處的家族是一模一樣 這裡套一堆 那裡套一堆 套一套一大堆 不知道賣哪一隻 我專心的把生計股做好 當然我必須要這麼說 未來生計股因為它標的有限的狀況之下 我們可能會慢慢的進入一些傳統產業股 或是景氣復甦股的一個操作 他們進入一些所謂技術操作 但是我也這麼告訴各位一件事情 我一定限定好檔數 而且我一定是一檔做完之後 才有下一檔 四七四三的合一 你說老師合一你還敢講 當然敢講誰說不敢講 媒體都來罵破了解盲架對不對 還記不記得破到哪裡 哎呦殺人了 怎麼跌到這裡啊 172.5是解盲 你跌到153.5 那你不是說我的藥是失效的嗎 所以股票順暢裡面啊 你不要看它漲很多跌很多啊 其實我必須要這麼說 生計股因為剛從新貴過來 如果你放在香港 放在美國沒有漲跌幅的話 它可能一天漲30% 一天跌20%這種情況 你看那個Modernia 差不多就是這種狀況 但是我們台灣有規定10% 它才會變成這樣子 那變得10%的情況之下 買不到的會追嘛 所以漲的會變得比較多 同樣的賣不掉的會殺 會跌的比較多 所以會常常跌破這個什麼解盲架 到了這裡就很不合理了 結果呢 每個媒體都來罵 哎呀合一喔 一定是基亞在世啦 一定是浩鼎在一次啦 拿出基亞跟浩鼎 拿個浩鼎的圖來看 你看哎呦怎麼這麼恐怖啊 不把你嚇死才怪 可是各位 結果就從那一天開始 就從153塊 有人反彈第一天 還有反彈到180趕快賣 反彈到200趕快賣 我說我不賣我不賣 不能賣不能賣 為什麼 因為我今天要跟各位講一個 我們很重要的一個思考點 到了246還是不能賣啊 各位知道嗎 今天多少 還是不能賣啊 今天已經275了 有沒有過250啊 各位啊 258還是不能賣啊 今天250 275 來跟各位報告一個最簡單的一個觀念 親愛的投資朋友啊 劉老師今天還有咧 我說等一下慢慢說 注意哦 真正的一個古王 各位看我們台灣 其實現在真正的古王是台積電 為什麼呢 因為台積電在上一次漲上去的時候 連電也上去什麼帆軒家燈 左鄰右舍鸡犬升天啊 所以今年真正的古王是海積電 那麼去年以前真正的古王 當然是3008的大力光 古王不是以價位來做決定的 而是以它能影響的範圍來做決定 所以你記得大力光以前在漲的時候 什麼雅光玉金光金國光 只要有個光 甚至不小心大學光都給它漲上去 那個時候它是古王 因為為什麼 因為它能夠呼朋引伴 帶動族群啊 第二個 它能夠帶動趨勢 帶領蜂巢 假如說今天大力光強起來 或者說台積電強起來的時候 電子股會強 那叫做帶領蜂巢啊 那大部分是新產品 因為那麼鏡頭那個時候 從所謂兩顆鏡頭 三顆鏡頭 四顆鏡頭 而且大笑路 對不對 發生在大權值跟最高價股 那以現在生技股來講的話 我認為股王就很主觀的 盡責跟你說 我認為合一將來成為股王的機會 還是最大 第一個它現在已經是最大權值股了 那接下來唯一要爭論的是 它會不會變成最高價的個股 為什麼 第一個它呼朋引伴 你說為什麼 老師你怎麼說呼朋引伴呢 親愛的投資朋友啊 今天又有人來了 哎呦 信國解盲完了 就讓他拜拜吧 可是有沒有想過一件事啊 信國今天差一點點啊 差一點點破他解盲的價格啊 幾乎是又靠到解盲的價格 你絕不覺得這樣合一又再來一次 明明解盲是成功的 你又要把它賣掉 那你看一下信輝 信輝怎麼看信國的最重要吧 他1734 他平盤耶 如果說今天信國跌停是真的的話 信惠也要跟著跌停啊 那今天就要講第一句話叫呼朋引伴了 親愛的投資朋友 你什麼時候看過 有一檔生計股 這次不是一檔喔 我今天反過頭來 已經把答案跟各位說了 網路上怎麼講 那是網路的事啊 我一定是按照規矩操縱 簡單說 那麼合一要成為一個王者 因為還有三個朋友 一個叫做中天 一個叫做信國 一個叫信輝啊 甚至包含4157的太景 看到了沒有 還有一個在後面跟班的 看到沒有 天國一揮亞太 六支股票幾乎是起漲起跌的情況 很多人拿著合一來做指標 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他最有可能成為未來的這兩個字 所以我這麼告訴你 今天的第一階段 我還是告訴各位一件事 我要做一支股票 一定要做到這個股票 就像上一次做1762的中化生 一定要拼到他72 73塊錢 我才會散罷甘休 否則的話任何拉回 我都認為他叫做低估的時候 我繼續請各位留意 我繼續請各位留意 這不叫氣魄 這也不叫賭 這是所有的東西 我們必須要經過非常強烈的分析 當然了所有的股票 我們一定會按照技術面來操作 這也代表我最負責任的一個態度 所以我希望所有朋友 你在我節目當中是看到一個負責任 待進待出 而且三天不出手 一出手就瞄得準準的 這才是你真正需要的家族吧 親愛的投資朋友 等一下有一個五張要正的概念股 請你趕快跟我們放好手續 準備好佈局 而且不但給你標股不要忘記了 我們還給你非常棒的 生技致富寶典的知識 不但給你魚 還給你釣魚竿 這才是真正的重點 歡迎你跟上一個 真的給你釣魚竿的指揮官家族 馬上回來 八月八父親節 蘊達頭顧祝天下父親父親節快樂 八月感恩回饋八八一定八 八月感恩回饋八八一定八 最後一天 機會難得盡情把握 請您速加專線 零二二七八一 零九零九 零二七八一 零九零九 市場唯一 生技加科技專家 流水理論 超越市場 趨勢大師 黃老師 當沖陣中 時間密碼 當沖加波段 雙向獲利 雙向獲利 刷在線零二二 二七八一 零九零九 二七八一 零九零九 八月八父親節 蘊達頭顧祝天下父親父親節快樂 八月感恩回饋八八一定八 八月感恩回饋八八一定八 最後一天 機會難得盡情把握 請您速加專線 零二二七八一 零九零九 二七八一 零九零九 車怎麼開的 零九零九 好 好 預防二次交通事故有法寶 一 開啟危險警告燈 在適當距離放置車輛故障標誌 或其他明顯警告設施 二 拨打110報警或119救護傷害 三 交會車輛位置 可用手機拍攝機證 四 無人受傷時 當車輛移到不妨礙交通的地方 有人受傷時 當事人均同意再移動車輛 五 在路邊或路外安全的地方 等候警察到場處理 預防二次交通事故發生 放 播 話 儀等就對了 在我節目當中所看到的都是真正的未來 我以前跟各位提到說 美台共同防禦條約 現在結果美國的衛生部長已經來到台灣了 我以前跟各位提到說請各位留意 新冠肺炎台灣將會變成防疫第一名的一個指標 而且成長力最強 我很實在化的跟各位說 前面這八個月做生技股的那個績效 節目上是不能講我們的績效 我講的是別人的這樣總可以吧 那個績效隨便你做電子股做五年都跟不上來 我敢公開這麼說對不對 就講這個好了 好來這個又彈上來了對不對 就當你今天才賣好不好 18.5元到今天才賣好不好 你做電子股要等幾年 台積電要等12年 恒大只要四個月 你選哪一邊 所以剛性需求那個東西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 因為你突然之間發生了一個疾病 突然之間需要什麼 需要疫苗需要新藥 那麼將來有授權有自治有買進 這些都還會來發展 第二個突然之間美國變成是病很重的國家 而且不用中國不用印度的藥 那當然就要用台灣的藥 美國需求越來越大 而且利用這個機會各位看到 不管是所謂的新貴的 還有包含國發基金 台灣現在最大宗的三個 第一個是我們行政院國發基金 有很多生計公司 這個就是行政院國發基金的公司 對啦 對不對 還包含了各位看到什麼 包含了什麼成德中天旗下一堆公司 轉上市貴會越來越多 而且各位沒有發現嗎 出現EPS的來 以前說3373的沒有EPS啦 沒有EPS啦 8塊多 沒有EPS啦 7塊 看到沒有 越來越多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 出現EPS之後 你就覺得說奇怪了 好像人家講他沒有EPS 講他都還不如什麼傳產股啦 不如電子股 今天長榮加起來 EPS還很少耶 拜託好不好 親愛的投資朋友 所以各位啊 等到EPS出來的時候啊 不好意思講 那都是後面的人在座 出現EPS應該怎麼做咧 我先告訴各位一件事 他就出現了EPS 如果我沒猜錯的話 等一下我給你的結論是 他現在只剩下來回操作跟衝來衝去 因為有EPS他跌不下來 那麼同樣的 但是問題是 他的整個飽和度已經慢慢出現 所以他就在那邊來回操作的情況 你不覺得這個也是一樣嗎 來回操作而已啊 OK 所以跟各位講說 所有的東西 今天來講第二件事啊 將帥無能淚死三軍啊 將帥有能啊 技術操作 什麼叫做將帥有能技術操作呢 親愛的投資朋友 你千萬不能忘記 黃靖哲曾經給你介紹過中化生 你千萬不能夠忘記 曾經我們在這個地方打敗譚德塞 譚德塞說 瑞德西韋沒有用 我說不對 我們的張善淳指揮官跟黃靖哲說 有用的 結果啵就衝上去了 從42.6到73.5 接近七成的一個差價 不能講獲利喔 你講獲利會害我喔 然後往下一看 來 各位看到沒有 有沒有成家量 表示73.5買進去的人 他根本不見得很想賣耶 最長線的人他不想賣啊 所以你要隨時隨地準備要把它接回來 那絕對不是接在所謂利多的時候 有前幾天的時候我看到有些人說 啊 怎麼瑞德西韋賣到最高價了 結果就買在哪裡 買在大概65塊錢啊 然後殺到50塊啊 那個是完全失敗的操作 你看他沒有量 第一個沒有量你不一定要馬上追 第二個一定要等到利空 什麼利空 最大利空就是說瑞德西韋不讓台灣做了 那我問你一件事 現在全世界除了美國人以外 誰會做瑞德西韋 而且是要一公斤做耶 一公斤做不是普通啊 你能夠一公斤做出來的話 一公斤可以給1750個人使用啊 你懂那意思了沒有啊 一般人只能合作幾公克 幾公克就不了幾個 你只要能做出一公斤啊 你只要能夠允許我們中化生 做出一公斤的瑞德西韋 1750個重病患就可以使用了 因為現在只差他授權而已嘛 那當然了你說呢 他那個美國部長會在門口 門口跟你講 嘿我跟你講瑞德西韋給你做不可能 他影響股價 他一定是回去之後 跟那個吉利德公司商量 他要去講嘛 人家台灣人會做了嘛 交權利金給你 你躺在家裡就有錢賺啊 你只要說一聲好就有錢了 為什麼不給啊對不對 台灣都可以合成啊 我們有那個能力合成啊 而且裡面的原料我們都有啦 至少裡面原料還有接近好像四成左右 是美國要給我們 我們才能合成那公斤級啦 所以各位看到沒有 來5月4號第一天就有講到中化生了 親愛的投資朋友 這一段是真的了吧 那是不是真的要找到一個好的人 才能夠來回操作第二次 像這種叫做二次操作好不好 中化生還有台藥 這個叫二次操作 所以請各位留意 這叫做操作裡面相當重要的價值啊 而且呢 岔開一點點話題啊 融券張數這麼高 你說老師注意喔 現在的指數呢 你不要說老師 我很想放空 因為一萬三千零三十一點 很多人問我 會不會過 我說不會 不會你就放空 我告訴你 但就錯了 我說你千萬不能去放空 為什麼 因為美國還在不斷的創新高 你自己看好了 美國指數還有很多在創新高啊 什麼意思呢 雖然台灣可能領先到了高點 或者這一波台灣領先到了高點 但是美國還在創高的話 代表下面是有支撐的 美國比我們大多少大不了幾十倍啊 所以它下面是有支撐的啊 這種狀況之下會形成什麼 盤整出標股啊 如果說今天 台積電不能漲沒關係 我去找那個龍券很多的啊 我去找那個龍券很多的 你看到沒有幾乎跌不下來 其實不是ABF載板有多大的利多 真的是因為盤整出標股 我也跟你講說請你注意 我要證明我的理論啊 支減勸增是漲嘛對不對 支減勸增對不對 支增勸減是跌的沒錯吧 我也跟你講日月光這樣子不好了吧 對不對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強調一件事情 這些呢請你一定要想清楚啊 龍券不退 看到沒有 最後就是標場停啊 你看 我做事情非常非常認真啊 18塊錢 1月17號節目 到了7月18號拉回來 這已經是到200多塊錢啦 到了端午節你隨便賣 同樣的一樣的道理 疊下來之後 一路上到8月10號請你先出台 我說過1325的恆大 當時呢大家說哎呀部長會來我家 我說你家在哪裡 你去看一下好不好 看一下 來來來這是台北市的 工廠是在這裡 工廠在這裡啊 工廠在9919 其實恆大也是在台南不是在台北 台北是辦公室而已 部長跑到台南去哪有可能 結果只有跑到五谷 跑到五谷也是代表有誠意啦 代表有誠意今天又上來了對不對 代表說什麼 他們真的缺這個機器嘛 所以工廠市長你一定要找到 他真正對的道理好不好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半年報你看後來EPS真的出來了吧 我是不是告訴你 後來你會看到很多很多的EPS啊 這就是各位你要看到的東西啦 本來美德宜你當時可以想像得到 他可以賺14塊嗎 半年呢 樂宜你可以知道他賺10塊嗎 泰伯10塊 恆大8塊金華金華是本來賺錢就不用 來這個中天你看也是賺錢啊 中天還比利豐賺得更多啊 中天你說現在幾錢 10塊錢 86利豐咩 美龍一定會比這個有發展嗎 所以我這麼跟各位講說 有很多事情他將來一定會去發生啊 他將來一定會去發生啊 現在又多了一檔啊 叫做台康啊 因為台康假如授權的話 那麼基本上你又要想辦法二次去操作了 所以生氣股有的時候 他真的他的震幅比較大一點 耐心也比較大一點 他有時候就在那個低點一直測一直測 他就不會破 我其實都有設好所謂高點跟低點到哪裡 我也直接告訴你 設到哪裡我一定會跑掉 包含像如果破什麼地方我會停損 這個一定都設好了 問題他從來沒碰到過 而且你必須要懂得什麼去設 他跟那個電子股不一樣啊 我看好多人跟你講什麼 比方說好了4128的中天好了 來 很多人跟你講破多少錢你就趕快賣 什麼說漲多少錢你就趕快賣 結果咧 這邊就全部追上去 這邊就全部殺下來 這裡哪叫技術變操作啊 拜託好不好 剛性需求未必會發生 但是一定會發生 各位看到沒有 這些都是會發生的 我說每一個國家都趕快拼疫苗 你看他最拼啊 拿什麼拿自己的命來試啊 他們總共只有72個阿兵哥試過 總統就跑去打 這還得了啊真的啊 所以我就這麼告訴各位 所以請大家留意一件事情 來最攔股票請你注意喔 事情它一定會慢慢醞釀 而且生技股有很多根本還沒有漲上來 像這個有五張藥證 而且現在你可以看得到 全世界的變化裡面 剛性需求又來了 所謂的剛性需求就是 全世界又碰到這件事情 非得藥不可 這叫剛性需求 所以歡迎所有朋友想盡辦法趕快跟上來 凡是剛性需求的那個股價 一點火就是 就跟大龍炮一樣 掌停掌停再掌停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 今天來還是告訴各位一件事 第一個給各位魚吃啊 在所謂的股票上面 第二個呢 又教各位釣魚啊 那麼請各位留意一件事 能夠給各位知識 又能夠給各位股票 歡迎各位 能夠給你魚吃又教你魚 又教你釣魚給你魚乾 請你跟上真正能夠幫助你的 掌停掌停再掌停的財富指揮官 我們明天見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創意比財盡在運動 8月8父親節 運達投顧祝天下父親父親節快樂 8月感恩回饋88一定發 8月感恩回饋88一定發 最後一天 機會難得盡情把握 請您速加專線 02-2781-0909 2781-0909 市場唯一生技加科技專家 流水理論超越市場 曲師大師黃老師 當沖陣中時間密碼 當沖加波段雙向獲利 刷在線02-2781-0909 2781-0909 8月8父親節 8月8日